萝卜籽揭开萝卜籽的秘密 在舒适的家中用新鲜种子种植营养丰富的萝卜芽 图 家中室内水根种植的红紫金萝卜芽菜 您想为您的餐点增添健康美味的感觉吗? 在舒适的家中自己种植萝卜芽菜是最好的选择 只需一点时间和努力 您就可以解开用新鲜萝卜籽种植营养丰富的萝卜芽的秘密 萝卜芽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富含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是沙拉、三明治和炒菜的绝佳补充 另外 自己种植萝卜籽芽菜可以让您远远不绝地供应新鲜蔬菜 随时可供享用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分享您需要了解的有关用新鲜萝卜籽种植萝卜芽的所有资讯 从选择合适的萝卜籽和设备到发芽的逐步过程 我们将引导您完成整个旅程 我们还将提供有用的提示和技巧 以确保您的萝卜籽芽芽茨茨茨茨成长并充满风味 因此 如果您准备好将您的烹饪技巧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享受新鲜营养丰富的芽菜的好处 那么让我们开始您的萝卜籽发芽冒险吧 准备好用自产的萝卜芽 为您的餐点增添充满活力的风味和营养吧 红紫金萝卜芽的营养价值 红紫金萝卜芽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还具有多种营养价值 这些小小芽菜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可以支持您的整体健康 让我们来详细了解红紫金萝卜芽的营养价值 依维生素C 红紫金萝卜芽是维生素C的极好来源 维生素C在增强免疫系统和促进健康皮肤和关节的 胶原蛋白生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维生素C 这些红紫金萝卜芽还富含维生素C 这对于血液凝固和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在饮食中加入红紫金萝卜芽 可以帮助支持身体的自然愈合过程 并保持骨骼强壮 三叶酸 红紫金萝卜芽是叶酸的良好来源 叶酸是对细胞生长和发育很重要的比群维生素 叶酸对孕妇尤其重要 因为它有助于预防某些出身缺陷 四抗氧化剂 红紫金萝卜芽含有多种抗氧化剂 包括萝卜硫素 已被证明具有抗发炎和抗癌特性 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您的身体免受氧化阴基 并可能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 透过种植自己的红紫金萝卜芽 您可以在自己的家中获得这些营养素 您不仅可以享受它们新鲜而充满活力的味道 而且还可以获得它们提供的健康益处 为什么要在家种红紫金萝卜芽呢 您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要在家中种植红紫金萝卜芽 因为您可能可以在某些商店购买到它们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己种芽菜是有利的 一新鲜度 当您自己种植红紫金萝卜芽时 您可以完全控制它们的新鲜度 您可以在它们的高峰期收获它们 确保最大的风味和营养价值 二经济高效 自己种植芽菜是享受这种营养丰富的膳食的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 芽菜种子相对芽菜便宜甚多 只需少量芽菜种子即可尝出大量芽菜 三方便 家里有源源不断的芽菜供应意味着您不必担心用完货去商店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简单的收获你需要的东西 四永续性 自己种植芽菜是一种永续的选择 因为它可以减少与商店购买的芽菜相关的包装浪费 选用安全的芽菜种子可避免接触过多的蔬菜农药 总的来说 再加种植红紫金萝卜芽是一种有益且可持续的方式 可以将新鲜营养的食材融入您的膳食中 这是一个有趣且令人满意的过程 让您可以控制自己的食物并享受自产芽菜的好处 为萝卜芽选择合适的萝卜子 选择合适的萝卜种子是萝卜芽生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并非所有种子都是一样的 选择优质种子将极大的影响萝卜芽的成功和风味 选择萝卜芽菜种子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品种萝卜芽有不同的品种 每种都有独特的风味 常见品种包括白萝卜和红紫金萝卜 考虑您喜欢的口味并选择适合您口味的品种 通常红紫金萝卜芽菜较美白萝卜芽菜的呛辣 教授一般人接受 二品质 选择高发芽率与安全检疫过的芽菜种子 可确保您的芽菜不含有害农药和化学物质 高发芽率的芽菜种子也更有可能产生更健康 更有活力的豆芽 三来源 从专门从事芽菜发芽用种子的幸运良好的供应商那里寻找种子 这些供应商通常有多种优质种子可供选择 并且可以提供有关发芽技术的有用指导 四新鲜度 检查种子包装上的有效期限 以确保种子新鲜 新鲜种子的发芽率更高 发芽更成功 五选择种子后 就该收集种植萝卜芽所需的材料和设备了 准备种植萝卜芽的材料 在开始发芽过程之前 您需要收集一些材料和设备 以下是您开始使用时需要准备的内容的清单 一种子 如前所述 根据您对风味和品种的喜好选择优质的萝卜种子 二发芽容器 您需要一个专门为发芽设计的容器 寻找一种能够适当排水和良好通风的产品 三发芽盖或网筛 为了防止种子在冲洗过程中溢除并促进气流 发芽盖或网筛是必不可少的 四水 确保您有干净可靠的水源 但尽量避免使用蒸溜过的纯水 来防止任何可能影响发芽过程的污染 与发芽率至关重要 五干净的布或纸巾 在初始阶段用这些布或纸巾覆盖发芽容器 为发芽创造最佳条件 建议可使用100%纯水的湿纸巾 一旦你拥有了所有必要的材料 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种植萝卜芽的旅程了 让我们深入了解发芽的逐步过程 萝卜芽种植分布指南 种植萝卜芽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过程 请遵循以下逐步说明以确保成功发芽 步骤一 测量种子 先测量所需数量的种子 根据发芽容器的大小 对于较小的容器 目标是大约一汤匙种子 对于较大的容器 目标是最多两汤匙 步骤二 冲洗种子 用冷水彻底冲洗种子 去除污垢或碎屑 轻轻地擦拭它们 以确保所有种子都是干净的 步骤三 浸泡种子 将洗净的种子放入发芽容器中 加入足够的水以完全覆盖种子 让种子浸泡约六横线八小时 视频种而定 步骤四 排水和冲洗 浸泡其结束后 使用发芽盖或网筛将容器内的水排出 再次用流水冲洗种子 确保排出所有多余的水 步骤五 开始发芽过程 将发芽容器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射 用干净的布或纸巾盖住容器 创造一个黑暗的环境 促进发芽 步骤六 每天冲洗荷粒干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每天至少用干净的水冲洗豆芽一到两次 每次冲洗后 请务必排出多余的水 以防止黴菌或细菌生长 步骤七 收获豆芽 一旦豆芽达到您想要的长度 通常在五横线十天内 就可以收获了 轻轻地将豆芽从容器中取出 最后冲洗一次 并在储存或使用前拍前 透过遵循这些步骤 您将能够立即种植自己的新鲜 且营养丰富的萝卜芽 但是 这些豆芽收获后可以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来探索一些含有萝卜芽的美味食谱 使用萝卜芽的美味食谱 萝卜芽可为各种菜肴增添 令人愉悦的嘎吱声和呛辣味 以下是一些美味的食谱 展示了萝卜芽的风味和多功能性 一芽菜沙拉 将萝卜芽与其他新鲜蔬菜 例如黄瓜、樱桃番茄和酪梨混合 淋上简单的油醋汁 即可制作出清爽又营养的沙拉 二芽菜卷 将您最喜欢的豆泥或奶油 您选择的蔬菜和蛋白质一起炒 这是一顿快速而营养的一餐 四 Sprout Crostini 烤法国面包片 然后涂上奶油乳酪或山羊乳酪 上面放上萝卜芽 少许蜂蜜和黑胡椒 打造出优雅的开胃菜 这些食谱只是一个起点 您可以发挥创意 将萝卜芽融入您的餐点中 可能性是无限的 您永远不会用尽方法来享受自产萝卜芽的新鲜和充满活力的味道 结论 享受自产萝卜芽的好处 用新鲜萝卜籽种植萝卜芽是一项有益且营养丰富的努力 可以让您为您的膳食增添风味和营养 透过遵循逐步指南并结合本文中提到的提示和技巧 您将能够在舒适的家中种植自己的芽菜 从选择合适的萝卜籽到提供最佳的生长条件 您有能力控制萝卜芽的新鲜度和品质 萝卜芽的营养价值加上其在各种食谱中的多功能性 使它们成为任何厨房的宝贵补充 那么 您为什么不踏上这萝卜芽的种植之旅 一同来揭开这营养丰富的萝卜芽的秘密呢 准备好享受自产芽菜的好处 并透过萝卜芽的鲜活风味来提升您的烹饪技巧 萝卜子芽菜的培育方法 首先要从选购优良的芽菜种子开始 我们提供多种类飞机改发芽率高的芽菜种子 点这里可进行购买 延伸查阅 萝卜子芽菜的种植方法 与常见芽菜育苗全攻略 或请自行网搜太平洋芽菜种子问 与答常见问题解说Q8 会有您满意的答案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 调查阅读太平洋芽菜式 注定芽菜汁菜肥菜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